今天來到位於將軍澳區的單位 瘦面積大約846呎 是屬於三房兩廳的間隔 經常聽人說家居風格 可以體現一個人的生活品味 不知道今次的護主對新居的設計 有甚麼要求呢 我希望單位可以散發出一種 舒適自然同時有一種型格的感覺 設計給我一些3D立體圖 我看之後我很期待 到結果出來之後 我真的很滿意 進來單位做了一種柔和舒適的感覺 飯廳這個位置用了木紋的擺設架 和木紋的牆身 再加上假天花燈槽 配合射燈的設計 提升了滲光度 感覺很溫暖 還有鋼琴這邊的牆身 用了灰色的設計 這種形態的感覺 配合在一起 感覺真的非常獨特 走廊入口用了隱藏門的設計 表面完全融入木紋特色牆 眨眼看根本擦不到這道門的存在 因為我想試過統一效果 我跟設計商談了之後 所以這裡的傢俬和牆身 都會用同一種色調 至於這間房的設計 比較簡單舒適 配合淺紫色的牆身 感覺非常柔和 還有到頂的櫃增加收納性 實用性十足 對呀 還有床下面加設了燈槽 令媽媽晚上上床時 都沒有太多弄傷 白色L型的工作桌 用來擺放電腦 就最適合不過了 工作桌在上方 還具備了儲物櫃 簡單單單 加上了實用的設計 對男孩子來說 已經非常足夠了 嗯 來到主人房 外島整個房間 都貫徹了客飯廳的風格 無論牆身和家具 都用了黑色和灰色為主 對呀 我最喜歡的就是 床頭上的一個特色的場子 用了一個仿樹紋的設計 完全點綴了整間主人房 嗯 而我自己最喜歡 這個黑色的型格衣帽 因為用了一個玻璃燙門的設計 夠特別 每早上班之前 在這裡選擇了衣服 再出門口 真是心情都好一點 最後是甚麼原因令你選擇DIC 以前我也有裝修經驗 我也想找一些口碑好 以及有保證的公司 然後上去你公司看的時候 你同時給我一些3D圖 我看完之後覺得 嗯 可以一試 那這次整個裝修過程 你覺得和設計師溝通是怎樣 整個裝修過程 我和設計師都一直在接觸 我們有一個WhatsApp群 有甚麼問題的時候 我一問 在WhatsApp群一問 設計師就會很快地回覆我 這個我真的很滿意 以後如果你再需要裝修 還會選擇DIC嗎 當然會 因為他們都很準時交到貨給我 可能有些朋友要裝修的時候 我都會推薦他們用他們的公司 我做了什麼問題 我會選擇